好,接下来我们勾一下头部 第一圈,环形起伸的方法 勾六个短针 把线搭好 左手捏住交叉处 勾针穿进去 把线绕住 拉过来 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接下来勾六个短针 这个针法呢 我们前面都有讲到过的 第一针勾好之后 做好标记 接下来再勾好五个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好,勾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小线尾用力拉紧 然后我们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勾一个引拔针 好,接下来我们勾第二圈 第二圈呢 勾六微 六个短针的夹针 先勾一个辫子针 在每一个针眼里面 都对应勾出两个短针 这个标记呢 千万不要忘记做 尤其是对于 比较生疏的姐妹来说 还在这个针眼里面 再勾上一针 第一个夹针就勾好了 接下来第二个夹针 好,然后第三个夹针 然后第四个夹针 然后第五个夹针 第六个夹针 第六个夹针 好,然后我们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就在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用引拔针连接一下 接下来我们勾下第三圈 第三圈我们是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的方式重复勾六次 首先在第一个针眼里面 先勾上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接下来第二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个夹针 勾上一个V 这也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呢 总共是勾六次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次 第三针里面 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第四针里面 勾上一个夹针 第二次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勾第三次 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 好 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三次 全部勾好 那么第三圈勾好之后呢 会由第二圈的12个短针 变为18个短针 然后我们进行一下首尾相接 我们这个第三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勾一下第四圈 第四圈呢 我们是按照两个短针 一个夹针的方式 重复勾六次 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勾两个短针 第一针 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针 两个短针就勾好了 接下来勾一个夹针 两个短针一个夹针 这样就勾好了 这是一个组合 第一整圈呢 需要勾六次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次 先勾两个短针 然后一个夹针 第二次就勾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剩下的四次勾好 两个短针 二X需要占据两个针眼 还是那句话 简面我们一边勾 一边学着去看这个勾针的编织图解 这样的话呢 后期我们就可以看到图解呢 自己去勾边一小部分 第四圈 第四圈勾好之后呢 会由第三圈的18针 变为24针 然后我们进行一下首尾相接 第四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勾第五圈 第五圈呢 我们是按照三个短针 一个夹针的方式来勾 我们先勾3X 占据三个针眼 第一针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个短针 第三个短针 勾好三个短针之后 接下来勾一个夹针 这是一个组合 接下来需要重复的勾这个组合 这一整圈呢 勾六次 第二次先勾三个短针 然后一个夹针 我们这个第二次就完成了 好 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四次勾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第五圈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姐妹们就看着图解部分 把后面的第六圈到第21圈全部勾好 我把图解呢 打在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了 我们把这个头部勾好之后呢 最后在里面放入皮皮棉填充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勾一下我们这个帽子的部分 这个帽子的起针呢 和我们这个之前的起针呢 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是用辫子针的方式来起针 首先呢 先这样 打一个小的线圈 勾针穿进去 适当拉小 然后我们开始勾辫子针 勾针直接把线拉住 勾过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针 然后接下来第二针 绕住线 拉过来 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就按这个方法呢 一直勾下去就可以了 总共是勾48个变子针 勾四十八针 好了 我们勾好这四十八针之后 我们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在最开始的 第一针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 这样连接好 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勾第二圈 先勾一个辫子针 第二圈我们在勾的时候 把辫子针这样翻转过来 看着辫子针的里山处来勾 在每一个辫子针的里山处 都横着这样一根线 都有这样一小根线 那么我们就调这根线 作为针眼的部分 第二圈呢 就是勾出四十八个短针 注意一下这个针眼的位置就可以了 调里山处的这根线 第一针还是做好标记 这根线非常明显的 每一个辫子针后面 都这样给它有一根线的 就这样 每一个针眼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第二圈呢 总共是勾出四十八个短针 大家跟着我呢 先把这第二圈勾好 好 第二圈勾好之后 我们进行一下首尾相接 连接好 接下来我们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 我们是勾四十八个中长针 先勾两个辫子针 作为中长针的起立针 接下来呢 我们在每一个针眼里面都对应勾上一个中长针 针眼呢 正常来穿这个短针针眼 绕住线 然后呢 在第一针里面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然后呢 拉线把这三根线圈 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把这钩针上面的三个线圈 拉线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中长针 第一针勾好之后 还是做好标记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勾针绕住线 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然后呢 进行并针 第二个中长针就勾好了 绕住线 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然后第三针就勾好了 就按这个方法 把这个第三圈的 48个中长针 全部勾好 好 我们这个第三圈的 这个最后一针勾好之后 还是进行一下 手尾相接 因为我们第四圈呢 要换成这个红颜色线了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红颜色线 在这个地方提前带入 勾一个引拔针 这样就换好色了 然后勾一个辫子针 第四到六圈呢 就是不加针不减针 勾这48个短针就可以了 之后呢 我们就都是用这红颜色线来勾 把白颜色线跟红颜色线尾 都横在一侧勾起来 这个白颜色线呢 我们可以先给它减短一点 一会儿呢 我们勾上几针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多余的部分呢 全部剪断 那么我们换好色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完全按照图解去勾就可以了 后面部分的减针 短针 我们前面都有讲过的 所以接下来解决我们就跟着图解部分 把这个帽子剩下的部分全部勾好 我把图解来到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我们连同帽子上面的球球呢 都一起勾下来 然后呢 最后把线拉长 剪断线 我们用缝合针来处理一下 上面这个小洞的部分 剩下的六针 在每一个针眼上面 挑起半个线圈 这样调起来 然后呢 把这线圆拉紧 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就没有动了 然后再把这线圆呢 从其他部分穿出来 藏一藏 然后直接剪断 我们这个帽子 还有帽顶上面这个球球部分 就都勾好了 好 勾好这一部分之后 我们勾一下胡子的部分 我们先来起针 它和帽子起针呢 非常相似 也是用变子针的方法来起针 首先我们需要勾21个变子针 穿针进去 我们先勾好21个变子针 好 勾好之后 我们再倒数第二针的位置 也就是在这个 第20针 辫子针针眼里面穿针 开始倒着往回勾 连续勾好19个短针 挑这个单线线圈 作为针眼的部分就可以了 第一针可以做好标记 我们先勾好19个短针 也就是一直勾到 这个剩下最开始的 第一个变子针针眼的时候 停下来就可以了 好 勾好这19针之后 就剩下最开始的 第一个变子针针眼了 在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同时勾出三个短针 也就是我们这个图结里面的 这个W 代表一针里面出来三针 好 勾好这三个短针之后 接下来再顺着往前面勾 再勾好18个短针 就和我们刚才勾的 那19个短针 那个针眼位置是对应的 现在勾出18个短针来 剩下最后一针 也就是一直勾到我们 所以开始勾好那21个变子针 然后倒着往回勾 在这个第20针的 变子针针眼里面 穿针的 对吧 我们剩下那一个针眼 我们就在这个 第20针变子针针眼里面 再给它勾上一个短针的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和最开始的那一针呢 加在一起 这个地方也是三个短针 然后呢 我们进行一下手里相接 我们这个第一圈就完成了 然后这样翻转过来 开始勾第二圈的部分 先勾五个变子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勾好五个变子针之后 然后我们 再倒数第二针的 针眼里面穿针 也就是第四个变子针针眼里面穿针 我们倒着往回 连续勾四个短针的加针 也就是每一个针眼里面 出来两个短针 好 勾好四个加针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控开一个针眼 把第一针控开 从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好 这是一个组合 接下来我们重复的勾一次 先勾五个变子针 然后在倒数第二针的位置 开始穿针 连续勾上四个加针 好 勾好之后 下面呢 空开一个针眼 从前面针眼里面穿针 勾一个短针 连接一下 好 这两次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勾新的部分 先勾七个变子针 然后倒数第二针眼里面穿针 连续勾六个短针的加针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其实呢 只是这个变子针的帧数 发生了变化 勾法呢 都是一样的 好 勾好这六个加针之后 还是空开一个针眼 从前面针眼的地方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连接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就勾一个十针的变子针 好勾好之后 在倒数第二针的位置 开始往回勾 连续勾九个短针的加针 这个地方是非常有规律的 最开始呢 是勾五个变子针 然后倒转往回勾 连续勾四个短针的加针 然后呢 接下来是七个变子针 倒转往回勾六个短针的加针 现在呢 是这个十个变子针 倒转往回勾 九个短针的加针 那么我们勾十个变子针的这个地方呢 需要连续勾四次 我们先把这九个短针的加针 勾好 勾好之后呢 还是一样的 下边空开一个针眼 从前面针眼里面穿针 勾一个短针 这个十针的变子针呢 需要总共勾四次 接下来我们再勾三次 那么我们这个十针的变子针 总共勾四次 勾好之后呢 七针的变子针呢 再勾一次 五针的变子针呢 再勾两次 就这样倒着勾回去就可以了 好 姐妹们看一下 最后把这线拉过来 留个比较长的线维 后期呢 需要缝在这个脸上面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胡须就勾好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那么胡须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还剩下这个 圣诞老人的这个 两个小胳膊的部分 还没有勾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一部分呢 我就不再演示了 我把图解打在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呢 把这个两个胳膊 给它勾好 好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把圣诞老人的 每一部分都已经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来进行一下连接 我们先把这个身体和头 连在一起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身体和头呢 最终剩下的帧数 都是24帧 所以我们在缝的时候呢 直接一个帧眼 对应一个针眼去缝就可以了 把手尾相接的这个地方呢 放在这个身体的后面 包括这个头部 手尾相接的部分 放在头部的后面 然后我们就这样 对应着 一针 对应一针去缝 就这样 把头和身体 缝合起来 头和身体 我们给它缝合在一起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勾了一下 眼睛的部分 从头顶开始向下数 在这个 在这个14行 左右的这个位置 我们找到这个 中心的这个点 我们可以做一下标记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 中心点的左右两侧 用黑色线勾勒一下 眼睛的部分 从其中 拉出两根线来 用比较细的线来勾勒一下 眼睛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中心针的 右侧 一三针左右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勾勒眼睛的部分 从这儿 穿出来 每一个眼睛 大概也就是 隔开 两到三针 就可以了 从这儿穿针 这样 向上 穿出去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从这个地方穿针 过渡到这个 左边这个地方 两侧 两侧呢 要保持对称 距离要保持一样的 同样的隔开两到三针 在上边这样 穿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线从其他部分穿出 我们这个两个眼睛就这样勾勒好了 再把线直接剪断 接下来呢 我们在中间的这个部分呢 再勾勒一下鼻子的部分 也是用这个肤色 颜色线来勾勒 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把这个位置找对 穿出来 然后横着 这样来回穿 就这样来回的重复这个过程 多重复几次之后呢 我们这个鼻子部分呢 就非常明显了 再把线呢 从其他部分穿出来 直接剪断 我们这个鼻子也就勾勒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缝一下这个 胡子的部分 把这个胡子呢 围在这个 鼻子的下方 然后这样一直对应着 给它这样围上去 我们可以在两端的位置 先固定一下 然后这一层呢 也可以固定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缝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过程 在边缝部分呢 可以多给它缝上一针 在这个边缘部分 稀松地缝上几针 一直缝到这一侧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胡须的部分 就顶好了 再把线呢 从其他部分穿出去 直接给它剪断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缝一下 这个胳膊的部分 这个胳膊在缝的时候 要这样捏扁 我们看一下这缝合位置 和这个腿呢 保持在一条直线上面 缝在这个头和身体 连接的这个部分 就可以了 缝在这儿 胳膊呢 穿着双层的这样 穿过来 按这个方法 把这个胳膊 缝合好 然后呢 再把另外一个胳膊呢 也对应着缝合好 好了 我们把两个小胳膊 缝合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帽子戴在头顶上面 就这样戴好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流的这根线呢 在这边缘部分 稀松的盯上几针就可以了 这样随便盯上几针 这样的话就不会脱落了 就这样 稀稀的盯上几针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直接把线剪断 好了 我们这款可爱的圣诞老人 就这样完成了 好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